MuKu 歡迎收看魔術先生 大家好 我是小魔 我是Miku 你們注意看看這裡 這裡可是古老的滔金城 九份 講到這個九份 大家一定贊不絕口對不對 可是說到這個九份的歷史 Miku 你倒說說看 你對九份有多了解 說到九份 它的發展跟金礦的開採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且它的地名有很多種說法 它還有小上海和小香港之稱 沒想到我隨便出一個題目 你還真的可以回答 哈哈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可是 不僅有身材 而且還有 頭腦的美女喔 好 小美女 好 沒關係 我們今天變街頭魔術的時候 是不是要利用你的美色 然後來吸引我們路人來看我變魔術 那有什麼問題 看我的厲害 好 準備好了就走 GO Miku你看你可以直接看到海耶 好漂亮喔 下面那裡好漂亮 你看 你看 那樓層那裡 我們等一下下去那邊好不好 M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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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幹嘛啦 你在騎什麼呆啊 你沒有看到嗎 那邊有一個超帥的男生 他是我的菜 難怪 我想說你怎麼會一直發呆 那你想認識他嗎 想啊 可是我會害羞喔 不用害羞 看我的 真的嗎 小摩 人登好 先生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最近在練一個魔術 啊 那剛好 有一個礦泉水的瓶子 我需要用到 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借我一下 還沒有喝完喔 那可不可以請你先把它喝掉 要喝完自己 對 要喝掉 等一下 張成嗎 好 對 裡面空的嘛對不對 對 空的 空的 來 那我要再跟你借一個東西 你有手機嗎 借我一下 我要利用手機 又要用手機 對 你要手機 對 我要演一個穿透的魔術 你仔細看喔 這寶特瓶你剛剛喝過嘛 所以這瓶子沒有問題對不對 你的手機 好 注意看喔 好 進去了 怎樣 不錯吧 這魔術不錯 可是你會不會懷疑 這個手機不是你的 它會掉包過來 這會不會是你跟我拿 一樣的手機出來 對 很多人會懷疑 所以請你用你的 我的手機打下你的電話 看會不會響 好 可是 這是你的鈴聲嗎 歡迎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幫你拿出來 好 但是因為這個變得出去 變得進去我拿不出來 所以我必須要靠 包子 這樣會不會刻畫 不會 好 好 我的手機拿出來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好 MikuMiku 你要到了 快點給我 給我 是這樣我不舒服耶 為什麼 不會啊 我認識你這麼久 不要說你跟我要電話 因為我跟你要電話 你都不給我 你不是魔術師嗎 你把我的電話變出來就好啦 對喔 我可以用剛剛那招啊 嘿嘿 那你有帶寶特瓶嗎 有啊 那你有帶手機嗎 有啊 借我這兩樣東西 好 等一下喔 有了這個魔術 你就可以要電話了 寶特瓶 寶特瓶 手機 呃 我咧Miku你也太復古了吧 這隻黑金剛 不是應該要擺在博物館裡面 珍藏的嗎 哈哈 小魔看來這次你又踢到鐵板囉 史上最火 魔術最牛 街頭魔術是有來啦 說到九份啊 這具特色的就是那 沿著山坡分布的街道和房舍 參觀走訪的時候啊 好像走在人家住家的屋頂喔 也因此吸引了許多遊客 到此一遊呢 而這次小魔又要為我們帶來 什麼有趣的魔術呢 咱們看下去唄 摸摸看 摸摸看 海綿球 海綿球 那香港話怎麼說 你們香港這個怎麼說 我們擰波 好 來 你吹一口氣 吹一下 吹一下 不是這樣喔 要握在手裡面這樣 然後留一個洞 這樣吹來手借我一下 來 握起來 好 吹 有った 有沒有感覺它變大了 沒有 好 悲慢地打開 阿 你的手在借我 好 我用兩顆就好了換你來 一隻手就好了 對 你要哪一顆 曲腳要手打開 這次是換我拿 好 注意看 一顆球放這裡,一顆球給你握著 好,不要打開,不要讓我有機會跑過去喔 好,那還是你不用了 好,我們一人一顆對不對 注意看喔 一、二、三 過去了 一、二、三 我其實用一顆球我就能表演了 好,一顆球拿起來,你看在這裡喔 然後我在手上,好這樣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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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變成兩顆 好像說有三顆了對不對 一顆、兩顆、三顆對不對,三顆球 好,我現在放裡面,裡面有幾顆 一個 一個大球還是小球 大的錯了 是小的 小的球也錯了 一個當然是一樣大,只有一個不對 對不對 你再猜一次 猜不到齁 我跟你講,不對 因為它不是球 它是 喔 很方形的 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還沒有 那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變魔術 沒有 沒有嘛 如果再看過我就叫你走了 有沒有 就不用來了 那你知道要怎麼變嗎 你首先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問題 沒有 然後你吹一口氣 吹一口氣 對 有沒有覺得膨脹 沒有嘛 來,手慢慢打開 這位同學 你也未免太激動了吧 這位同學 跟厲害的還在後面咧 這次換你 好不好 來,你手借我當一架桌子一下 好,這次呢 你不用吹齁 你要選一顆球 你要用哪一顆球 好,你手打開就好 好,這一顆給我 這一顆給你 握起來 好,不要讓我機會再放進去 我們一人一個 注意開盤的時候就放下來 空間沒有任何東西對不對 來 1 2 3 1 2 3 你可以嚇一跳 但是你不要打 打我的東西 我的道具丟在地上 好,好,好 好,既然你們害怕對不對 來,你再幫我拿這一顆 我這次不要用你們了 我自己變就好了 我用一顆球就好 這一顆就好了 好不好 這一顆球 來,你手借我就好 這樣切 切 切 切成兩顆 一顆、兩顆、三顆對不對 好,三顆錢 我把三顆球把它架在一起 這樣會有幾顆在裡面 三顆 一顆大顆還是小顆 三顆 大的球不對了 答對送獎品來 再來 兩個 兩個也不對 一個小球也不對 沒有 油球 油球 我跟妳講 為什麼我都打錯 因為是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 好,妳看一下這個 是什麼東西做的 綿 海綿 海綿做的物體 我們要叫它什麼 不知道 海綿球 不要講 海綿體喔 海綿球 好,來 妳吹一口氣 不是這樣 要握住 留一個洞這樣再吹 來,拿一隻手 好,這一隻手 來,握住 好,來 打開 欸 欸 欸 好不好玩 好,再來一次好不好 來 好,妳要拿一顆 我們用一顆就好 來,手打開 好,這一顆給我 這一顆給妳 來,握住 來,不要打開喔 一人一顆,不要吹了 不是,換我 來,一 二 三 你好 欸 好厲害喔 打完喔 其實我一個人就可以變了 一次喔 再看一次喔 我把這一顆球拿起來 就在這裡 切 就把它切成兩顆 哇 一顆兩顆三顆對不對 好厲害喔 最後最後一顆最厲害 三顆球把它放進去 會變幾顆 三顆 三顆不對喔 一顆 一顆大的還小的 大的喔 大的也不對 小的 也不對 因為它是 一個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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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很難保安 很厲害 這是普克牌 嗯 好 每一張牌都不一樣對不對 對啊 嗯 你要不要洗個牌 表示我沒有錯弊 好 然後呢 請抽一張 好 抽一張 好,給大家看沒有關係 好,給大家看 鏡頭看一下 好 這裡有一支筆 麻煩你在上面牽你 對 我看到什麼牌沒關係 直接牽就好了 好 來 看一下喔 好,等一下乾 對不對 你把它拿著 吹乾一下 好 你把它翻過來 好,我們先放進來 好 放進來 好 你知道魔術師的手法都很好對不對 所以我洗牌的時候會做屁 我不要洗牌 我直接變好不好 你的牌應該在中間這個位置對不對 來 一二三 這樣就好了 不上來 哈哈 好 再開一次 剛剛太快了 我再開一次 我把它折起來 把它折起來 好,放到中間 注意看喔 一二三 是不是這一張 好 好,再來 我現在把牌攤開來 你說你要第幾張就好了 第幾張 看到的 四張 一二三四 這張喔 注意看 好,我慢慢的收起來 這樣會不會動手腳 不會對不對 這樣不會對不對 一二三四 沒錯吧 好,一樣的動作 一二三 好 看 還是下牌 我手上有一部不特牌 每一張都不一樣 鏡頭看一下 每一張都不一樣 好,你幫我洗一下牌 我喜歡 對,這只要這樣 弄亂 好 好 嗯 這樣嗎 怎麼會這樣 效果很好 不用 不用自己做效果 好,我先解釋一下 小姐剛剛發生什麼事 她為什麼自己會驚訝 她就是這樣洗牌 然後她看一下這張 然後她一直抽上面 又看這張 當然會是一樣的啊 小姐,這樣是正常的 沒有什麼好驚訝 好,來 要不要再洗一次 不用了 好,那你抽一張 她為了證明呢 這張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牌 所以你必須把它簽名在上面 好,簽名 人家簽名就算了 來,你先拿著 等它乾一下 好,放進來 好 我現在不要洗牌 直接變好不好 注意看喔 一二三 上來 不介紹 大概太快了對不對 我再慢一點 寫著虎大的黑道六 我把它捲起來 來 進來 這樣 很明顯彎的嘛 放到中間來 來,注意看 一二三 有沒有看到它跳動一下 是不是就這樣 我們換一張好了 好 換你來好了 這些牌裡面 你說你要第幾張 直接講第幾張就好了 第三張 一二三 這張 鏡頭看一下 好,我慢慢的收回來 這樣是不好作弊 就完全不可能有作弊的情形對不對 慢慢的收起來 一二三 沒錯吧 你的牌我放中間 一樣再看一次 一二三 最棒 這張 這張 這張是什麼 這張好厲害 這張是蘭果傘的 這張是蘭果傘的 我都看到 下一段 終於可以知道九份最出名的芋圓啦 一,小魔你幹嘛突然變起魔術 還把別人給嚇哭啦 大明星魔術秀請來了藍幼石囉 哦,要變最經典的消失的... 嘿嘿,先賣個關子吧 這裡是球糞吧對不對 對 球糞就是一個比較自然的地方 我手上有一些卡片 有六個 那我就是要預言呢 等一下你們會選到 我預言好的答案在裡面 就這個信封 事先就放這裡 好,那這位小姐 一到六說一個數字 六 我會把後面的都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 六是什麼 星庭 你相不相信 我早就知道你會選星庭 對 不相信的人 你把我們預言答案打開 對不對 打開喔 沒有,我說裡面有一個卡片 然後 卡片裡面是 是蜻蜓的 沒錯 蜻蜓的 蜻蜓 蜻蜓沒錯吧對不對 對 蜻蜓 沒有啦 裡面只是我一個小玩具 會習慣怪的 這是熱身而已 接下來的魔術也是預言 那我預言呢 看得出來就是預言 對不對 看得出來 有沒有比剛剛更大 對 這個我要交代給一個 這位小姐 來,麻煩你幫我拿著 沒有啦 只是紙在裡面 好,先不要打開 因為打開就不叫預言 你們先不能知道答案 沒問題吧 現在呢 雖然看起來很亂 可是你們可能會懷疑 我是準備好了 最後把它弄亂 我教你們一種 你們都沒有看過的型 來幫忙 然後呢 我把一堆牌 從這裡 蓋過來 然後這樣插進去 這樣夠亂了嗎 或者我從這一邊蓋過去 這樣夠亂了嗎 我來弄這樣比較亂 由你開始隨便搬過來 隨便搬過來 這個洗牌法又有一個名稱 叫神經病洗牌法 你還在微神 有麻煩你 蓋過來 對 你要全部 好,好,沒關係 全部就是下一個就沒有了 然後呢 我把這些牌呢 整理了 是你們弄亂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能再洗牌了 甚至不能翻 都不能做任何動作 對不對 你們相不相信 我早就已經預言到這個結局了 可怕吧 這次不用你們打開 我來打開就好 好啦 亂七八糟 你笑就好 不要加一個白痴 不是很禮貌 我這樣有說錯嗎 我是說這是第一個答案 第二個答案是 正面朝上的有20面法 麻煩這位先生來 你滿專業的 你滿專業的 他知道要拿出來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 就1、1、2、3 那誰知道 對 那你要唸出來 1、2、3、4、6 待會零錢 20、21 啊 這裡 28的 22 這麼多人在看 你說翻 這樣有沒有錯 這樣你們還笑得出來 表示可能是巧合的 好不夠可怕 但是呢 注意看 紅色的有13張 黑色的有93 這位先生麻煩就這樣 紅色的有13張 黑色的有9張 13嘛對不對 其實數學好一點的話 不用算黑色 好 沒關係 我們做節目嘛 做節目要給你們打開 沒有課吧 黑色的都是數字牌 檢查一下 就沒有英文字 很酷 開始覺得驚訝了對不對 紅色的都是單數字 不要動 對…不要動 哪裡 哪裡有一點 好誇張 觀眾的手指的方塊字 對不對 對 好 這是我的預言 來 謝謝你們 謝謝你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的天啊 真的很嚇人 九份也太多好吃的東西了吧 有預言 擦櫃魚丸燙 來這邊 真是太幸福了 下一次 我們還要來這邊 咱們街頭魔術 下回見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本週的 Magic Star 我是藍又時 今天要為你帶來一項表演 魔術表演就是 消失的女神 Magic 現在為你變的魔術是 消失的女神 大家看我手上的卡片 不僅有著自由女神 還有著一群觀眾 在看她 現在呢 我要把這個 自由女神變模件 我們邀請一位漂亮的觀眾 來 為我們呢 在這個地方 觀眾附近好了 簽一個你覺得你獨特的圖案也可以 好 喔 她說她是Nicole 現在呢 我要把這個 自由女神變模件 OK 我現在將她剛剛這一張 抽出來 剩下的我換進口袋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Nicole還在喔 但是我把自由女神變模件 天啊 有沒有嚇到 Magic 哇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的 魔術教室的時間了 小摩今天要帶給大家 什麼樣的魔術呢 大家好 我們今天魔術教室呢 要教大家的是瞬間找牌 我們今天呢 在街上變了好多瞬間找牌的魔術 就是那種 彈一下牌就會上來的魔術喔 我現在示範一次喔 我現在把牌彈開來 來 Miku妳說要 看到了這邊喔 好 第五張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這張對不對 對 注意看喔 這張牌 Miku選的是這張牌 我現在收起來喔 你看我有沒有作弊喔 你看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後面問題對不對 放中間 沒有動任何手腳 彈一下 你的牌就上來了 真的 厲害吧 厲害 好 這一招怎麼變呢 我現在就來教大家喔 我現在把牌攤開的時候 這樣看是不是沒有問題 對啊 可是呢 我後面多藏了一張牌 如果這樣不夠清楚來 我把它換一張 注意看喔 我把牌攤開來 後面藏了一張牌 好 很清楚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正面看 都沒問題 沒有看到有任何長牌對不對 好 妳說要第幾張 第三 第三 正面看是 一 二 三 沒有人知道這張藍色了對不對 所以妳是紅色的 一 二 三 可是我們加了這張藍色之後 你看喔 我們把它收起來 來 一 二 三 妳的牌在這裡對不對 對 對 我把它放中間呢 彈一下 它就上來了 喔 原來這麼簡單喔 對啊 這樣會的嗎 會啊 真的嗎 那妳做一次看看 好啊 對 好 小柏妳要選哪一張呢 我要選72張 喔 牌沒有那麼多喔 你不要跟我啦 妳趕快一分這一點選一張 選一張喔 那我要選方塊四 這樣就不能變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妳剛才沒有注意聽喔 我說的不是妳要哪一張 我是說妳要第幾張 對不對 所以妳要問觀眾 妳要的是第幾張 好 我要第三張 第三張嗎 對 這是一 二 三 嗯 妳選的是這一張對不對 沒錯 好 一 二 三 妳的牌在這邊囉 我把它放到中間 好 很好 然後呢 彈一下 是不是這一張 沒錯 妳看米古真的會了喔 我很厲害吧 嗯 妳們看 連這麼笨的米古都會了 那相信妳們一定會囉 如果想學更精彩的魔術 下週同一時間請敬請收看 魔術先生 下一集 咱們來到了位在瑞芳鎮金瓜石的黃金博物館啦 喔 來這邊難不成是要挑戰把那塊大金鑽給抬起來嗎 還是把它給變不見咧 魔術先生咱們下週見囉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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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說 我來說 這次換我說了嘛 好… 這次讓妳說 魔術先生改時代囉 聽 剩下話話說 從每週六晚上六點改為中午十二點喔 大家記得要準時收看 魔術先生 看到任何時間 還滿了 到之後 感谢观看